中文字幕提供 随著湖北疫情趨緩 完成任務的首批49支大陸各省原厄醫療隊 17號開始分批撤離 踏上回家之路 而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湖北省的几个令人振奋的数字零 昨天全天的湖北省新增的确诊病例是零例 新增疑似病例也是零例 现有的疑似病例零例 疫情得到控制 湖北逐步恢复正常 停工近两个月的赤壁长江大桥本周正式复工 成建的中铁集团说 要争取把因疫情延误的工期抢回来 而有中国底特律之称的湖北实验室 东风重卡的生产线重新忙碌了起来 我们计划到4月份把日产能提升到720台 以弥补2月份我们的产能损失 敢供弥补产能的还有遍布实验的汽车零部件厂 这是全球汽车产业链的一环 在过去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已经等不到这里的货源 全球各大汽车厂纷纷告急停摆 而北京东三环恢复了不但是往日的车潮 还有曾经让人厌恶的雾霾 欧洲航天局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 大陆二氧化氮的排放1月底陡然下降 进入3月又开始增加 或许这才是人们熟悉的北京 一到二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下降13.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 同比下降20.5% 如果从二月份的制造业与非制造业PMI 重挫这种估限以下的35.7和29.6看 大陆二月的宏观经济数据肯定不会乐观 但这数字还是跌穿了市场预期 一至二月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减13.5% 不但低于预期的负3% 更创下这数字史上最大衰退 此外内需年减20.5% 加上稍早公布的出口年减17.2%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难抵疫情全数实体 这也导致二月份的城镇调查失约率 飙升至6.2%的史上新高 就是我们公司复工第一天的时候 然后他就通知我被裁打了 因为公司没有收入 然后说以资金流紧张为由 把我裁掉了 北京人陈玉山的公司复工 却遭裁员 他和一群人正排着队 寻求遣善非仲裁 今年大陆将有史上最多的 874万大专院校学生投入职场 疫情的冲击更叠加严峻的就业形势 而这涉及社会与政治稳定 成了北京当局在疫情过后 首要解决的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3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稳就业 李克强在这场会议上喊话 只要今年稳住就业 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 都没什么了不起 显然稳就业提升到了政治目标 然而除了政策的全面扶持 就业能有赖于恢复经济秩序 但一些防范疫情反复的措施 让复工之路陷得满山 企业人员平均复港率约有80% 中小企业开工率已达到了60%左右 但还面临着人流物流不畅 中小企业现金流短缺 防疫物资不足 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不同步 产业链整体运转效率不高等问题 同时国际疫情的蔓延 也对我国复工复产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除了自身内部的问题 大陆官方也意识到了外部环境 疫情蔓延让各国陆续寄出封城隔离措施 预计全球经济也将处于 如稍早大陆疫情爆发出奇的停滞状态 虽领先全球遏制住了疫情恢复生产 但主要贸易伙伴的需求不振 大陆在经济上并无法独善起身 欧洲以及美国等国家疫情的蔓延 会对中国制造业发展 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事实上这波因疫情而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 已在大陆的资本市场发酵 尽管不向全球股市相继步入熊市 但本周以来A股北上资金 竟流出近600亿人民币 资金出逃导致人民币汇率下跌 19号的离岸收在1美元对7.1653人民币 赚5个月来新低 考量贬值会遏制疫情过后的内需复苏 这压抑了人民银行的宽松政策工具 20号最新的货币市场报价利率维持不变 显然无法跟进这一波全球的降息潮 只进行数量工具的降准等措施 直接打钱给银行维持流动性宽松 而人行政策工具的运用 或许也反映官方刺激经济政策的取向 以投资来稳定增长 17号的国长会议上就特别提到 加快政府地方在发行 除了推动各地1.1万个基建再建项目 并要求今年4000多个重点项目 做好前期工作 加强后续项目储备 这除了有传统的铁工机 还有以5G 大数据与人工智慧等新基建 据统计 大陆已经有22个省 提出总额达47兆人民币的新基建计划 そして在第二季的币 在一期大副大的主要动力 是富有的经济 所以我们看来这个年年 会有更加热ấu的重要角色 在中国的 outcomes 现在我们已经有更加热门 要求政府兴益 уш出的影子 兴益 更新的影子兴益 所以有更加热门的公司 价值的投入 明天是十分之一 并更上升 甚至高 政府也鼓勵在新的資格上花超過1億元 包括複雜資料、智能、智能、智能、5G 我認為這都會更加增加中國的經濟 今年大陸十三五規劃要收關鍵成效 更有脫貧奔小康的政治人物 但疫情疊加了這些經濟目標實現的難度 重回加槓桿 以投資拉動增長的老陸似乎也是不得已 高盛針對大陸全年經濟發表一份最糟的預測 第一季增長是負的9% 全年有5.5%即降至寶山 而國際疫情要降溫需要比大陸更長的週期 這讓外部需求放緩成定局 若未來數月疫情能不受控 經濟復蘇恐怕還會再推遲